Leo聊世紀 天天都不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哥德仁對上陰佳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8月初三點位 6點鐘方向的藍方玩家 這位是哥德仁 他的名字好像是個底線 看不到他的名字啊 名字是空白的 那我來看一下哥德仁的特性 哥德仁特性是步兵單位 非常拼 折扣最多的步兵文明就是哥德仁 那哥德仁呢 他的打法也可以走馬攻路線還有火槍 攻兵沒有牆 城堡時代可以稍微打一下 城堡時代的話也有正常的二攻二防騎士 利用時代的話沒有三級馬鎧跟遊俠 那哥德仁呢 前期吃這些大象阿 或是這些野生東我 吃的時間可以再更久一點 所以哥德仁在前期的經濟算是很不錯的 而且他可以一秒鐘就研發織布技術的關係 所以哥德仁呢 他的村民術喔 在前期也會比對方多一村喔 因為可以省去這個支部的時間喔 所以哥德仁來說呢 前期的經濟算是一個很不錯的文明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印加人 那印加人的文明特性呢 是所有的軍事單位都有這個食物消耗的減免 那如果你要出這個劍兵、槍兵、老鷹 還有戰毛兵、頭死守、槍隊長 都有這些食物的減免 所以印加人呢也很適合打這個槍毛前壓 或是前置射箭場均勻的打法 所以印加人來說在阿拉伯的打法會比較有多樣性 不會說非常弱 那印加人後期呢也可以轉一些四人旅去招向對方的攻城器 也是沒有太大問題了 但是森旅戰是沒有辦法打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阿 那兩邊的地圖目前看起來左邊印加人的肥龍 這裡是兩塊黃金都在偏外側的阿 這外側附近完全沒有的樹 哇這也太空曠了吧 好那左邊這個黃金是重點防守 這裡可以開TC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而且主金在裡面相當舒服 要圍家也很簡單 在這張圖來說可以說是天土 真的是天土阿 肥龍天土開局 挺舒服的 隨便圍都圍得起來 是要直層也可以 但是印加人來說打直層好像優勢也沒那麼大 這邊我們就來看一下肥龍會怎麼做一個決定吧 那接下來看一下哥德仁這邊阿 那哥德仁這邊的地圖看起來阿 左邊很快黃金 右邊很快附金 這兩塊金的共通點都是偏外側 而且都是比較好開TC的位置 TC都可以正常防守沒有太大問題 那所以他跟肥龍不一樣是其實 雖然黃金在裡面果汁在裡面 但石頭沒有在裡面 那肥龍則是兩個都在裡面 哇真的是天土這種天土 這張圖 反而難得一見阿 大概你打個一百多場才會遇到個一兩次而已阿 好那我們來看到城市中心這裡 這裡是哥德仁直接圍死阿 這張圖來說也算是很好耶 好哥德仁圍死可能是要來打黑跳城嗎 24P喔 24P的話通常是打黑跳城 哥德黑跳城 應該是沒問題的 好這邊高速開上 高速開上去應該問題不大 好上去之後 肥龍點下了一級伐木一級農田 哥德仁這邊鼓下了刺激跟冰工廠 那由於我們剛剛講到 哥德仁前期的這個野生動物可以吃的比較久 所以這個肉呢是一定可以上城堡站 24P加2 所以這個肉完全沒問題 算是只要種一片田甚至不種 都可以靠買賣也是 好這邊各的人把石頭全賣了 然後送到城堡站準備打黑跳城 肥龍這邊算了上去了 但是時代上還是慢了很多 我們可以看到 世紀帝國就是這樣的一款遊戲阿 當你流程慢了 對手 這個整個時代就會慢很多 節奏上就完全不一樣了 或者就是RTS遊戲裡面最難的地方 你的策略跟對方策略完全不同的時候 而且你有沒有用一個很好的方法去壓制對手時 對方可能會獲得優勢就很大 好我們看到這個時間點16分鐘 用三台奴炮兩隻騎士 兩隻村民守屍木門 直接要衝進來了 好家裡城堡時代還有一分鐘很難受很難受 好像是新手遇到這個戰法應該就是沒了瞬間被秒殺 但是肥龍是基焰老道的選手 遇到這種潛壓打法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我們看到這邊衝車工程 能不能搞到一點事情 好後面補了一個修道院 好先把騎士射掉 但是說明被打噴出來了 好再修一修 這波工程壓力很大 織布點下 凍裝長槍兵趕快按 努炮的部分 還沒有按 後面補了一個新的TC 但是沒有投石車 所以我們現在沒地方躲喔 肥龍現在支援炸裂 沒有黃金 怎麼辦 肥龍 家裡 工程製造所趕快補 努炮串燒 肥龍被秒殺了嗎 這一波 有機會秒掉喔 這個軍事有夠強 哇 把努炮直接串掉這些槍兵的血量 好 投車出來就有機會 或者是這個僧侶 也很難放出來 努炮配充車 在投石車出來之前完全沒得 好 還好肥龍有4級 買賣一下 把這個投石車按出來 應該就能擋得住了 OK 且打且退 哥德仁這一波all in的非常極致 那哥德仁這邊也很聰明喔 他這邊已經開下了自己的城鎮東西 好 這裡要來幹田了 想要把田幹走嗎 這裡補一個房子 沒有幹田 是我就把田拿走了 拿走全部滴掉 好投車出來 村民要過來修 投車不能倒 完蛋 投車還行 把夾住 好 繼續夾 這一波投石車 終於打掉了充車 好 你這些弩炮 該走囉 我大投車 來了 這裡槍兵數量還是有 雖然死了一些 你還想跑啊 哎呀 炮跑不掉 好 這裡田終於可以拿回來 欸這個田別出啊 回來種就是自己的了 不要搓自己的田 這個田搓掉就尷尬了 好直接補模仿 補模仿 並沒有把這些田全部給刪除 要是刪除的話 對於個人來說優勢非常巨大 很可惜 沒有把這些田全部滴掉 好飛龍重新在這個地區 建立自己的農地 後面TC補下之後 單TC打雙TC 好 這一投車第一過來 就直接換掉 兩邊互換 結果騎士全送 這一波哥德人 虧爛 騎士被招翔 騎士直接1砍3 沒問題 奴炮一直想往前衝 換一些村民 有不能換到一些殘血的單位呢 沒有辦法 哥德人努力竄 結果是被收掉了 OK 這一波壓制應該是宣告結束了 這一波哥德人沒有辦法 就去演示自己的攻勢 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是自己開了城鎮中心喔 選擇了轉往開農的路線 剛剛如果不轉開農的話 就去出頭車壓制 那或許 啊 肥龍可能就被秒殺了 好 嗯 這邊是 沒有打算繼續強攻 反而是決定要跟肥龍打營運 這波肥龍守的還算不錯 家裡防守的很OK 剛剛細節都有做好 槍兵都往後拉 好 不要讓對方弩炮有換到血的機會 盡可能的保留住這個槍兵的血量 好 哥德人這邊 是3TC農 肥龍這邊點下了縱火技術 好 增加一下對建築物的傷害 就這樣搓一搓就很快了 好 高速開搓 搓掉這兩個工程器製造所 壓力就會小一些了 好 那現在要趕快開TC 對方已經要農上去了 好 我們這邊稍微快進一下 好 哥德人這邊後面有補了一些工程器製造所 怎麼那麼喜歡用工程器啊 這工程器一直又 感覺挺微妙的 好 哥德人打工程器 所以優勢並不是那麼巨大 因為沒有這個工程工程師 所以就算到了帝翁時代也不是那麼厲害 但是繼續走弩炮路線 可能是怕對方有這個垃圾大軍嗎 還是有這個老鷹在的關係 好不確定 好 那現在肥龍是點下3 4TC之後 準備要來生帝王了吧 好還沒有 這樣才31分鐘 好先穩住一根寶 這一波看一下 好 城堡看到能夠蓋起來嗎 但是才蓋一半喔 才倒一半的血量而已 武炮串燒 老鷹直接被串爛 完全打不贏 紅車叛力發拍到自己人 是什麼東西 吐了這個操作 但是沒關係 其實很多 上去直接招兩隻 左邊村民 都要把這個蓋好 OK 左邊生女 再把他招走 OK 生女 快要開頭車嗎 哇 頭車奴套都拿下 再砍掉這隻被追殺的生女 好 那裡再為一個車門 最後用重裝長小兵 收掉人家追擊的騎士 這一波肥龍 算是 大賺 哥德仁 這個 白給 瘋狂白給 肥龍這一波打得很好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那接下來 PC在這個位置 騎士應該是看到了 好 這個狂撒田 好把這裡圍起來 不空兵 結果有洞 吐了 哈哈 就把人家騎士圍起來 結果有洞 好 哥德仁的分數 剛剛看了一下 是2150分的樣子 他的操作 有點 跟我們平常看到的畫面不太一樣 一直有在閒置的畫面 真的是 怎麼說呢 分數比較下面一點的玩家 總是會比較喜歡搞這種套路式打法 錢壓一波 搞個花式玩法 不過打不贏就投 的情況還算是蠻多的 但是在很頂尖的天梯裡面 真的是很少看到像這種壓制一波 然後衝進去打的方法 所以說 每個天梯的生態是完全不一樣的 好 好 那現在肥龍剪下的帝龍時代 還有3分鐘 哥德仁則是還有2分鐘的時間 典型方面 看起來哥德仁家裡算是很好的 分數也有112村 那到了帝龍時代 哥德仁的人口 還會再多10人口 會來到260人口 人口總數會上升的非常快 多這10人口 可以多換一些村民 也可以多報一些哥德衛隊 使用這個群聚戰術 人數壓制 好哥德仁這邊繼續按哥德衛隊 肥龍這邊則是轉出了槍隊長 作為應對方法 因為他應該是有預判到 對方哥德仁 十之八九 不會去打馬弓 而是打步兵 那如果你打步兵的話 那我直接轉槍隊長 就有辦法應對 甚至後面打不贏 再轉頭死守 也OK 好這裡 哥德威隊被追殺 但是有點難追 右邊的比利 跑路過去 看到城堡 後面的兵繼續追 這裡要不要分兩隊呢 好 正面有一波小打鬥 哇這波小打鬥 有點 白給了 一些哥德威隊 好 用實彈 兩邊剛上 沒有太多的交戰 反正都是來等科技 哇 肥龍這邊 居然還點下三級農田 一上去 就把經濟搞到最好 打的就是 跟你 一個後期 農 你農 我也農 然後肥龍把三座把 直接都蓋好 好現在只缺一個彈道學 那城堡的防線 就沒問題 好這裡再補一根城堡 哥德仁 真的是到了地龍時代 一直在農 沒有要進攻的意思 這時候 肥龍受不了了 想過來直接手撕城堡 但是 缺了一個三攻 傷害是有點差的 好這邊一直來 抓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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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 好進行東西 有要準備嗎 還是 肥龍是故意的呢 好你不過來 我就過去囉 好槍隊長 真的是有夠坦 這也是因為 哥德仁沒有點下 一級的 弓箭 傷害 好 先選擇了3級的 弓箭 鎧甲 選擇了火槍路線 這根城堡 要被手撕掉了 好點下植物盾 現在這樣遠房 打掉之後大量火槍出現 開始開槍 開槍非常舒服 直接倒了6到7個槍隊長 現在56個槍隊長 現在在慢慢移動當中 好,那現在點一下一擊射跟戰毛兵 好,右邊 圍牆技術也點了 這一波村民要走 好,火槍出量有點龐大 而且已經是全機體的狀態了 火槍兵遠防4,近防4 但是遇到步兵來說 防護力應該不是太大問題 問題是接下來哥德爾 要怎麼擋這麼多槍隊長呢 好,這一波攻城先拿下了 好,火槍兵開始往下移動 這裡在捕魚跟城堡 巨型同時期想要從這邊開始進攻 這邊不是轉戰毛 而是轉牆,三級色化學 好,來了 火槍開個一發 兩發 好,這裡村民鳥獸散 全部散開來了 走開走開 好,下面繼續圍 隊長開的還是有點慢 好,我們這堆火槍 沒有什麼想法 結果正面的強弩看出來 開始來挖這塊黃金 被龍的附近動物人自常挖 各的人轉出了長劍兵 長劍兵遇到強弩也沒轍 只能撤 好,終於衝進來 這一波漂亮了 好,飛龍這一波槍隊長 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火槍兵在右邊 隔了一排建築物 哇,這裡幹部又要守10TC了吧 會刀嗎? 不刀 直接路過 想想還是不刀 還是刀一下好了 應該是操作失誤 沒有刀到 第一時間刀的話 可以刀很快 OKOK 刀光光 好,正面的部分 槍隊長開戳 臭民可以亂跑 巨型頭司機沒有繼續往前 對手的手術好像有點動不太上了 雖然火槍很大量 但是 有些操作 不是那麼的OK 有些操作都在發呆當中 甚至有一直在追敵人的問題 搞得好像 這個哥德爾人像AI一樣 會一直追人 好,好 這邊火槍應該是要解決了 這一坨火槍兵 受得很開心 我們這一坨火槍 加上哥德爾威隊的防守 應該是 穩10拿9穩 好,槍隊長 打破這個房子 從右邊繞幹了 OK,火槍的問題暫時解不了 但沒有關係 有騷擾到對手 正面的工程 才是重頭戲 然後高雜人這邊 趕快轉出火炮才行喔 現在火炮居然還沒有開始生產 這是一大問題 好,槍兵數量來到了31隻 好,原子騎士 好,點掉一些火槍兵 好,搞定 把槍兵點一下 那現在 4台巨頭C 風扯應該很快速喔 後面4台巨頭過來了 槍隊長,現在來到了32隻的數量 好,這裡直接戳 從前戳能戳掉巨頭C嗎 沒有太下 哎呀 為什麼戳了一下 又多次了幾發子彈 哥德國隊直接衝到了後排 想要對這些強奴一陣輸出 哇,這波輸出打得很好 哥德國隊上來 直接打掉了大概 五六隻的強奴 哇,這個強奴數量也是掉很快 好,這波強奴抓到了一個射爆對方火槍的機會 這波大戰 兩邊都在對射 都能把對方子滴了 有過卡 好,結果哥德國隊直接殺出重圍 從中間子彈中噴了出來 結果 肥龍來不及回防 強奴全部倒地 槍隊長趕快來到前線 脫掉哥德國隊 好,之後再回去嗎 還是要直接衝鋒了 好,現在兩邊大戰 巨型投資機兩邊都在攻城 但是肥龍這邊攻城可能會沒有辦法打下 這裡巨型投資機要撈幹了 好,來不及跑 再倒了個兩台 第三台也被拿下 肥龍這一波沒有辦法繼續打了 這一波有點慘虧 好,肥龍現在三級 封兵鎧甲一下了 好,那不管你是補什麼三級工兵台長 哥德國隊打這個工兵就是特別的痛 好,哥德仁現在是哥衛配虎槍 肥龍是強奴 配上槍隊長 旁邊交戰 現在在搶這個黃金是怎樣 哥德仁直接來挖肥龍的黃金 他是覺得自己贏了嗎 怎麼會這樣挖呢 沒有關係看起來是 要量了 這邊直接直取後方 城堡 城堡的血量只差一點 沒有拿下700多滴 直接打出了GG 我們恭喜印家人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這一波直接出爛哥德仁 心服氣躁 想要直取城堡 但是舞台巨頭 終究沒有能攻城的下 上面這裡大約30隻的槍隊長 直接扛住了正面了 後面的槍龍一直往前射 射爆了大量的火槍 火槍直接潰不成軍 守不住槍隊長只能GG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就是由肥龍拿下支援 上的勝利 而且拿到了五勝物 而且兩邊石頭一模一樣 基本上可以說是肥龍的大獲全勝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基本功真的是大於套路 這位哥德仁前期打了一個套路 急速升級 肥龍不但守住了 最後經濟還反超了對手 真的說基本功真的是大於套路 我的想法還是這樣子 好啦,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忙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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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